嘿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个关于地区被动收入和投资的频道 最近是不是特别的热闹 今天呢也很开心 大概是make26,800多 其实一开始早上的时候呢 我起来并没有想说 哦今天会赚多少钱 甚至我做了一个非常stupid的事情 在上一周 然后呢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 做了一个stop loss的动作 所以我一开始心情并不是挺特别的好 然后呢正好要赶上开会 然后所以呢 就人就状态不是特别的好 想说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不要交易了 然后呢结果就 呃一早上只交易了一个ticker之后就没有再交易 然后那个尾盘的时候 在那个market close的时候 10分钟交易赚了21,000多 所以呢还有这个盘中的时候 有一个8000多 有一个loss的3000多 overall的话今天大概是26,000多 也很开心 到底啊最近这个 这些比较火热的这些小盘古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下一个我们要如何去埋伏呢 今天视频跟小伙伴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 这样的内容 话说最近的这个star market是不是特别的火热 从这个gme amc上周开始带起了这一整热风热潮开始 那接下来大家都知道看到了这个ffie 还有很多小盘古都有一些sympathy play 但是呢并没有撑的特别的长 那在前几期视频有跟大家分享过 这样的mainmainstop基本上呢都是在三四天左右就已经差不多没有太大的活力了 所以呢如果你是听说了马上想进去的话 趁早第一天第二天那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就要考虑去收手了 不要真的和这些rabbit上面的人想说这个一直就会holdholdhold 如果你是做日内交易的话 当然可以像我一样就完全我不会考虑说我要hold到什么一个情况 我只要赚到钱我只要看到我当天的realize有钱赚我马上就会close我的position 我也不会相信那些人说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股票打倒这个这个store所有华尔街 我是不太相信这些东西的谁打倒谁没有意思 赚到钱才是最重要的 那这个ffie呢很多学生和这个我的朋友们其实有的问我说 这个股票听说它的short squeeze非常严重 所以呢这个股票会一直的上涨 是不是这个意思到底要怎么样去看 没错 股票如果有这个short squeeze的时候呢 它呢会短时间很多人会cover它的position 然后呢继续再买入这个股票 导致这个股票呢继续上涨 那这个short interest就是说做空的这个比率 到底有多少人在做空呢 其实你是可以查到的 有很多人呢去这个这个NASDAQ上面去查 但是那个数据是delay的 所以如果你是今天看完了 今天这个收盘了之后再去看的话 那基本上是不太procure 所以对于你这个这个长期的这个swing来说 maybeok 但是对于这个日内交易来说 我们是不能这个一定是要看即时的这个东西 那即时的到底在哪里可以看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看 第一个在这个dilution checker里边 以前给大家介绍过 在里边呢有一个这个short interest你可以看到 那这是花钱的一个月大概三四几块钱 也不是特别贵 那另外一个呢你可以在这个swing stream里边 那我们把我们的scanner找出来之后呢 你可以去sitting里边去找一个这个short interest 那每个股票你收出来之后 你会看到这个short interest多少 那到底我们这个short interest多少算多 多少算少 那基本上average百分之七八十就已经是算多的 但是我也看过百分之两百三百五百一直在增加的 而且这个数值每天都在变化 所以如果是在做当天日内交易的小伙伴 所以你要一直去观察这个数字 如果急剧上场的情况下说明很多人去做空它 没错 那如果这个股票超过了百分之七十八十的short interest 那就说明呢 他这个借这个钱locate这个share的话可能就会比较贵 所以你要你在做空的时候要考虑你自己的这个cost 所有的成本问题要在里面 那这个股票基本上今天是第四天 那它的走势和上个周五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今天做空的人呢赚到了蛮多钱的 但是今天我在这个股票上是这个red 因为上周出现一个很不好的一个mistake 然后呢就误打误撞的这个自己设定了个limit order的话 都不知道 我一般来说从来不设定limit order的 那因为那一天比较忙在开会 所以用手机设定了 结果设定在另外一个权商上有buy power 然后我给忘记了 所以这种stupid的事情呢 有可能也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但是呢 及时的止损了 所以并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今天的overall呢 也是有另外一个股票 我们看它的名字叫做ctnt 又是一个中国的股票 那很多小伙伴说 怎么知道它是中国的股票呢 当你就是打开它这个dilution tracker 上面写的说中国 没有 但是呢你会去查它的fowling fowling里边有这个姓张先生的一个名字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里边 只要是有chinese在里边的话 其实在我们课程里边有跟大家说 我们就不太去做空这样的股票 但是反而其实做多的话是特别特别香的 那这个公司呢 本身它没有新闻 然后呢就是完全就是在manipulate这个股票 所以呢不想讲太多 这个东西不是一个partum 完全就是要看当时的这个反应 我刚才交易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每1000股1000股的进去 大概是10分钟左右 三四十多块钱进的也是非常高的 今天最低是2块7毛6你敢相信我 所以大家说下一个这个ffie 对于我们日内交易来说像这种ffie的股票 其实很多很多 现在好像五月底了市场也回来了 这样的股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 就看你会不会交易 就看你能不能抓住机会 所以呢 那学习日内交易呢 基础是非常的重要的 但是听我们的这个学员里说 也是实战这个去学习呢 也是更加的重要 那在我们的课程里边呢 有不同的有基础的课程 有实战的课程 喜欢这样的小伙伴呢 可以到我们学校呢 去看一下哪一个人适合你 另外呢 这个一直关注这个频道的小伙伴呢 谢谢大家的关注 也希望大家在这么火热的市场里 多多赚到钱 Keep green every day 好 我们下次再见咯 Bye